首先记得就是可以利用右键复制 然后右键贴上的方式 来产生一个一样的专案 然后你可以再做修改 只是版本不一样而已 把它改成2 那我这边已经有了 我们来看一下完成的结果的样子 按右键把它执行一下 OK 那首先的话 这个地方执行起来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到 好,首先执行起来 第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卫星地图 一个是一般的地图 那我们这边可以有个选项 按下Menu键 Menu键按下去的话 我需要有个Menu 那这个Menu底下呢 会有总共会有五个 五个这个选项 那五个选项分别为一般地图跟卫星地图 比如说我现在按下卫星地图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地图就会从网路上呢 直接去抓卫星地图 那按下Menu 再按下Menu 回到一般地图 OK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做切换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到日月坛 点下去 地图就直接移到日月坛的位置 再按下Menu 高雄夜市 再移动到高雄夜市 那这边有台北101 那各位可以找三个景点 那比如说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去做移动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两个主要功能 一个是怎么做那个地图的模式切换 一个是地点的移动 我想这个底下部分刚刚有做过类似的 那只是说怎么样键Menu 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针对刚刚的 这相关的设定 设定完之后 来看一下 界面部分 我想各位可以先不需要做任何设定 按右键Adid 一样叫Map 其他都一样 其他都一样 不用改 那需要改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码的部分 首先的话 把程式先开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里面会用到哪一些元件 我们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 都一样 就是刚刚会用到MapView 还有Controller 这个MapUtility 跟GuoPoint 这个部分都一样 那会增加几个 Menu 跟MenuItem 这两个 这两个部分 那也就是说我要键Menu 那怎么样键Menu 键Menu的方法 在Android里面呢 有两种 我们前面在入门课程有讲过 一个是撰写程式的方法 一个是直接 我在哪里呢 直接在那个我的外部 就是说在Resource里面呢 可以按右键 新建一个什么 新建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的名称就是Menu 你可以把Menu放在那里面 也可以 这样来键 那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种方式就是 键Menu的方法 我想因为前面有讲过 我就不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 那程式部分的撰写方式呢 主要就第一个 你要给它一个 Final的这个Int的常数 总共呢 必须要给 而且一定要是Static的 静态的 Final的一个整数 那名称的话 分别就是Menu Traffic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是 我的交通一般的图 然后呢 卫星图 然后再来一个Menu 是101 日月潭 跟那个高雄的夜市 那里面的话 我必须要给它 常数 就是Menu.first 就是Menu.first